Hello,大家好,这里是喵妹电影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人缘星球》 讲述人类宇航员泰勒到达了一个人缘作为统治者的集权星球 在上面经历一系列的事情,最后发现星球真相的故事 一艘出发在20世纪的宇宙飞船,经过6个月的近光速飞行 相当于经历了700年时间 船长泰勒设定自动飞行状态后,飞船最终坠落在公元3978年的一颗陌生星球上 泰勒和两名幸存队员发现该星球与地球环境相当 而且竟然存在没有语言能力靠采集为生的人类 不带泰勒进行进一步的考察,一群具有智能的人员突然出现将一众人类捕获 原来这颗星球的主人是人员,人类只不过是供他们捕猎研究的野兽 喉不受伤的泰勒暂时失去语言能力 但她的沟通行为很快引起了基拉的注意 基拉是一位天性善良的女性人员科学家,进行着人类行为学的研究 在研究泰勒时,发现泰勒的沟通能力 基拉的男朋友康奈利是一位人员科学家 一直在进行人类历史的研究,寻找人员与人类的关系 基拉和康奈利都在渐渐的相处中与泰勒成为朋友 并给予泰勒很大的帮助 一直上法争取自由的泰勒,不久终于发现了人员星球的真相 该片是人员星球系列的奠基之作 影片创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宇宙观和时间线索 为后续的作品提供了大量可开发性的故事资源 人员星球以构思奇特的情节 精妙逼真的化妆技术 以及令人出乎意料的结局 被列为历史上最经典的科幻片之一 好了,今天妹妹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妹妹我的节目,记得点赞哦 如果你想表达对妹妹的支持 可以在下方留言 爱你哟,么么哒